大家好,我是Ilan 很激动地告诉大家 华为又有全新的方法 安装原生谷歌三件套了 经常折腾谷歌的小伙伴肯定知道 最近华为更新了一些小版本后 就会导致过去的方法 无法正常登陆谷歌账号 也无法完整地使用Play商店 好在有MicroG的方案 能够代替谷歌服务 虽然MicroG安装简单方便 但是体验不如原生三件套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全新方法 可以在华为大部分版本上 安装原生框架 比如4.2,4.3 各个小版本都支持 虽然这次安装相比过去的教程 都更麻烦一点 但是原生的体验值得我如此折腾 Google Play的原生服务 能够正常使用 比如附近分享 密码填充 语音助手等 可以正常使用Play商店下载应用 X能够正常使用 谷歌地图也可以正常定位 使用导航等功能 Gmail也可以正常收发邮件 也有FCM消息推送 ChairGPT也可以正常使用 各种游戏也是不在话下 Cloud也可以正常打开 并且不影响系统的功能 比如悬浮光 应用分身 隐私空间等 也可以随意更新系统小版本 安装好后 长期有效 手机终于可以摆脱Micro-G了 又重新回归原生框架 好接下来大家准备一台电脑 和一根数据线准备开始操作 首先感谢一下 STEE大佬 如果没有他在文章152评论区里面提出来 该方法应该不会有现在的教程 也同时感谢一下打经约的裂空 和方日方 注意 此教程需要电脑的辅助 如果你没有电脑 请不要急去 如果你不需要原生三件套 可以用Micro-G代替 安装简单 不需电脑 可以看此教程 如果你是平板用户呢 请看此教这个教程 如果你是4.2.0.158 及4.3.0.130版本以下的版本 你可以看这个教程 这个教程相对来说更简单方便一点 可以装原生框架 这是一些功能和安装的方法 这是一些备注 好我们开始教程 首先我已经在手机上下载好了这个文件 下载好之后在这里 好先不用管 我们接着看电脑 这里说了 无论是装过我的教程 还是其他教程 准备和清理工作一定要做好 然后应用分身关闭的时候 你可以用微信备份一下 后续可以迁移回来 安装前准备 如果你不能放上谷歌 请不要继续解决它 当然了 你能看到我的视频 你应该能放上谷歌 如果没有谷歌账号 请不要继续解决它 如果你能看到我的视频 你应该也有谷歌账号 第三 请在浏览器上登陆过一次谷歌账号 这个很重要 我已经登陆过一次谷歌账号 现在右上角 我已经登陆完毕 如果你登陆时提示需要验证 你可以在这里管理账号 点击安全性 开启两部验证 然后把备用验证码打开就可以了 这组备用验证码可以截图保存 很有用 我们点击第一步 设置 系统和更新 系统导航设置 把更多的悬浮框给关闭 已经关闭 设置 系统和更新 纯净模式 关闭 设置 我们去找到隐私 隐私空间 看右上角 如果右上角有点 就说明你开了隐私空间 点击右上角 关闭 我没有开 点击设置 应用和服务 应用分身 如果你开了 请备份好数据之后 关闭 5 电池 省电模式 关闭 后续这些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 不用担心 下载好了压缩包之后 我们点击文件压缩包 按着不动 点击更多 解压制 修改 点击华为 确定 确定 查看 点进去 我们注意看 这里会有好多人找不到位置 这里是根目录 华为 那这个目录下 就是backup 需要复制到的这个位置 好 我强烈建议 先删除原本的backup文件夹 我们现在 点击删除 删除以后 点进去 点进去 把这个backup 移动 我们点击 上面的蓝色的华为 点击下面的移动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接着完成 第一步的清理谷歌应用数据 点击设置 设置 应用和服务 应用管理 我们搜索相关的应用 我们记得点击右上角的四个点 然后显示系统程序 谷歌 因为我之前已经装过了 现在我要把它全部删掉 重新安装 启动后 卸载 谷歌 Play服务 卸载 谷歌商店 卸载 谷歌账户管理程序 卸载 包括这些可卸载 也可以不卸载 那我这边为了教程 我就把它给卸载掉 这些都可以不卸载 然后还有一个 SHAR 卸载 还有一个谷歌服务入手 卸载 停用 卸载 好 我们完成第一步之后 我们来第二步 修改系统时间到2019年 把自动设置取消 勾选 时间和日期 改为2019年 确定 然后我们看第三步 设置 系统更新 备份和恢复 好 因为我之前打开过一次 你没有打开过 那就点 点击 确定它会弹窗 点击外部存储 这些 然后把全线全部打开 然后我们返回 重新进入 备份和恢复 好 点击右上角 从内部存储恢复 点 然后我们点击全选 恢复 这个密码是提示的密码 就是A 12345678 好 我们开始恢复 好 我们已经恢复成功了 返回 是 然后第四步是设置 时间和日期 把自动设置打开 返回 存桌面 打开谷歌服务助手 然后点击激活 我已知晓风险 稍等五秒钟 点击允许 激活后 不需要点击开始下载 直接返回桌面 注意 如果你这里提示不支持 那么说明你不是华为手机 可能是平板 或者是老版本的 你就可以放弃治疗了 如果提示网络连接异常 那你可以看这个教程 去点进去 去降一下备份和恢复的系统版本 好的 我们去看第五步 安装谷歌账号管理程序 那我们这个位置在哪呢 我们刚才把它挤压的位置 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GMS安装软件 存下往上 我们按照提示 安装1 那我们就安装1 好 输入锁平密码 安装 好 点击完成 第六步 可以选择装 或者不装 都可以 我这里就不装了 你们把它装了 都行 不影响 好 我们看第七步 安装谷歌框架 首先 我们装5-3 如果5-3没有办法安装 你们就装5-2 反正这两个只装一个 优先安装5-3 那我们安装5-3 输入密码 好 点击完成 安装以后 我们去看第八步 安装7点play服务 我们装7点play服务 好 点击完成 然后我们稍等一会儿 它会从通知栏开始弹窗 如果不弹窗 首先是网络不好 请确保你能正常防谷歌 我们是可以正常防谷歌的 如果你不能 请解决它 二 点击设置谷歌 点击之后允许 点击登录你的谷歌账号 好 这个时候就会有弹窗了 我们不用管 第九步可以忽略 我们去看第十步 我们不用管 然后因为有凡人的这个弹窗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震动 我们来看电脑上的操作 我们去下载 搞机工具箱 如果你是Win系统的话 你就下载这个 如果你是Mac的话 我这边没有准备教程 你可以自己去下载ADB的工具 你可以手动敲命令 好 我们就以Windows来为主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下载 去123网牌 去下载搞机工具箱 我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我去找到它 但是在打开之前 我们看一下手机端怎么操作 我们用手机通过数据线 连接到电脑 我已经连接上了 连接上之后 下滑通知栏 我们把USB紧充电 改为传输文件 改为传输文件之后 我们在关于手机里边 连续点7次HarmoryOS版本 点点点点点 连续点7次会让你输入密码 然后你输入之后 打开开发展模式 打开以后 我们点击系统更新 然后点击开发展人员选项 我们把USB调试打开 允许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具体的步骤在这里 然后电脑端操作 好 我们解压好压缩包 解压好之后 我们双击打开 搞机工具箱 好 如果正常 你的界面是这样 如果不正常 请看上面的方法 方法一 去下载华为手机助手 把驱动装一下 好 我们看第十部的10.5 好 注意 下面的搜索很关键 我们来接着看第五步 我们现在在电脑上 打开搞机工具箱 点击左侧的ADP终端 把这个命令给复制上去 注意 只是复制 不要回车执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安装并打开 8.play商店 好 我们返回手机 去安装8.play商店 继续 打开 允许 好 打开以后 提示登录 我们不用管 点击右上角的更新 点击 如果没有更新按钮 重新打开应用 我们把它划掉 重新打开 play商店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点更新 就可以了 更新以后 点击更新play服务 当进度条超过50%以后 立马用搞机工具箱 禁用 那我们点击更新 我们打开电脑上的 搞机工具箱 我们注意观察 这个更新的进度条 好 我们立即回车 然后继续卸载 其实这个就操作成功了 等待 等待安装 如果出现 还需要继续更新 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 点一下更新 然后是 它就取消了 不用管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通知栏 就没有弹窗了 没有弹窗以后 我们直接返回桌面 返回桌面以后 我们去看 第十步的第六小步 登陆谷歌账号 或者添加其他谷歌账号 都可以用此方法 打开设置 谷歌 我们点击登陆 这个时候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可以卡出登陆界面 那我显然是没有 对吧 那我就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出现错误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多试几次 怎么试呢 那就是清理登陆的 后台进程 从试 那我们清理后台进程 我们点击设置 点击谷歌 登陆 好 就可以了 你可以多试几次 如果多试好几次 比如说十次 十次以上还是不行 那我建议你重装 重装的话 你就看第十步的结尾 你就点这个 好吧 那我成功了 成功以后呢 我们要看哪里呢 我们要看10.6.2 10.6.2 这个 好 我们打开登陆界面 输入账号密码 登陆 好 我们验证 不管你通过什么 不管是被用验证码以后 还是什么方式都可以 然后我们去验证一下 好 当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点同意 千万不要着急 在点我同意之前 在搞机攻击箱的终端命令 输入这行命令 我们去输入这行命令 然后回车执行 那么回车执行 继续卸载 回车执行以后 解除Play商店的禁用 然后把命令复制到 上面的输入框 我们复制这条命令 但是不要回车执行 步骤准备好后 在手机上点击我同意 尝试登陆 注意 不管登陆是否成功 登陆进度条结束以后 立马用搞机工具箱禁用 好的 我们在电脑上准备好 搞机工具箱准备禁用 我们点击我同意 好 我就成功了 立即卸载 接受 我这一次就成功了 禁用好之后 如果成功 请重启手机 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重启手机 我现在重启手机以后 我们重新插入数据线 选择传输文件 然后我们去系统更新 开发人员选项 把USB调试关掉 重新打开一次 好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搞机工具箱 能不能正常连接 好现在可以正常连接 那就不用管 我们成功以后 我们看第11步 然后我们点击设置 应用和服务 应用管理 我们直接搜索Google Play服务 把这几个权限开一下 文件位置和相机 好可以了 其他的可以不开 应用和服务 应用启动管理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 给启动管理启动一下 改为手动全选 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因为很多的应用 需要拉起谷歌的Play商店 我们11步做完 我们看第12步 我们检查一下 FCM是否通 我们点击拨号 星景星景426 景星 好我们现在没有通 不用管 现在我们打开Play商店 开始体验 好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之后 我们再去试一下 星景星景426 景星景星 好 FCM也是正常的 连接状态 不用管 然后我们去看 第13步 如果你需要添加 其他的国账号 也是可以去操作 10.6的 我们去看一下 10.6 好 我们同样的 点击设置 点击谷歌 点击登录 我们去这里 点击添加其他账号 点击谷歌 好 我重新再添加一个 新的账号 下一步 输入密码 通过其他方式验证 好 好 又到了这个界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点我同意之前 我们输入这条命令 去ADB终端里面 去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命令 放上去准备 但不要回车执行 OK 然后点击我同意 登录成功 我们继续切载 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其他账户了 这样的话 我两个账户也都添加成功了 我现在再重新重启 教程已经全部结束 你都可以正常的下载应用了 好 我再说一下 可能这个谷歌三件套是新装的 过去安装的软件 可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比如切的GPT 我打开以后 他会提示我 不是最新的谷歌play商店 我们关闭 我们点击卸载 我们重新去下载一下 搜索 切的GPT 安装 我们打开 重新重装以后 就可以了 其他的也是同理 我来说一下常见问题 是否可以使用应用分身悬浮框 是可以的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操作 我们首先开启应用分身 开启以后 然后这里 这里我发现他又弹窗了 那我们就用命令行的方式来操作一下 怎么操作 我们看 我们首先还是用稿机工具箱 现在稿机工具箱连不上了 我们同样的方式拔一下出现线 然后注意线 选择 传输文件 然后 开发者人员选项 把USB调试 打开 现在已经打开了 打开以后 我们打开港机工具箱 我们用这个命令去获取一下 应用分身的ID 我们去看这个 就是128就是他的ID 我们复制这个命令 第一条命令 把XXX换成128回车 第二条命令 同理 128 第三条命令 也是同理 128 好 这样一操作之后 我们再看通知栏 就没有弹窗了 而且 应用分身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注意 仅仅是微信 可以 如果你想用这种方法 使用Facebook 或者WhatsApp 的话 不行 这样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把应用分身框架里边的谷歌服务 已经可以禁用掉了 如果你想用国外聊天软件的应用分身 我强烈建议你用MicroG的方案代替 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 至此教程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这只是最新的方法 然后后续的话 我还会推出其他的教程方法 比如说平板的 或者是手机的比较简单的安装方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评论留言 那今天Alan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